从喝咖啡到种咖啡,玉石香青年沈永为在咖啡界闯出了一片天 与夫妻联手除了青年民宿,也种出了好咖啡与大家分享 玉石香的咖啡带有特殊香气,尽由清烘焙,就能展现其风味 幸福尔推展咖啡产业,在6月3号到6月6号期间 在南透县会展中心举办咖啡评鉴竞赛 换民众播控前来参观品尝 这是沈永为一位青年级生,虽然年轻,却凭着自己的毅力 在咖啡界闯出了一片天,从全家都爱喝咖啡,渐渐变成种咖啡 慢慢种出了心得 我们其实就自己爱喝咖啡,爱喝爱玩,不小心玩太大 然后也种出一点心得这样子 种植的树木其实不是到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一开始里面是自给自主,自己想要喝的 对,那在种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学习,慢慢去研究 瑕疵豆是好咖啡的杀手 只要把瑕疵豆挑出,冲泡的咖啡都能有精品咖啡的水准 只要把瑕疵豆挑干净的话 这一杯咖啡的风味一定会明显的大幅成长 对,那你要到现在我们评分嘛 咖啡的那个现在在做杯测,就是评审 他们如果有挑干净瑕疵豆 几乎就可以到达那个80分以上叫精品咖啡 与父亲沈彦智一起奋斗 运用粘米机改装的咖啡去壳机 经由三道工序将咖啡豆去壳成为生咖啡豆 然后一颗颗将瑕疵豆挑出 沈永为说,为什么台湾自产的咖啡这么贵 其实是贵在人工 需要经过一道一道的程序 才能够闻到而且喝到香醇的好咖啡 将精心挑选的生咖啡豆 慢慢放入烘焙机中 经由温度的淬炼 将生咖啡豆熟成转化香气与滋味 在第一爆的声音传出之后 轻烘焙的咖啡就此产出 鱼池香的咖啡带有特殊香气 近年来渐渐受到咖啡爱好者的喜爱 鱼池这个产区 其实在我们十多年前种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喝起来很顺口好喝 那我们就继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那如果要具体一点 又以杯测试他们的角度来说 他们说可以喝到一些的 可能像茉莉花香 或者有一些莓果类的味道 那有些人说的比较粗浅 有点说有莲莓梨龙眼的味道 那当然焦糖的味道 或者有些说是黑糖的味道 这些风味都是比较容易可以辨别到的 那喝起来的话 我觉得它的回甘度是非常好的 入口然后有带点果酸 那慢慢的它的回甘 就会持续很久甚至可能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都会觉得嘴巴刚才有喝咖啡这样子 甜甜的很顺口 这是鱼池的特点 为了引导国内咖啡农 建立品质分级观念 展现国产咖啡多样化加工处理技术 并向消费者介绍优质的台湾咖啡 南投县政府在6月3日到6月6日四天的期间 在南投县会展中心邀集全国各地优质国产咖啡 举办评鉴竞赛 提升国产咖啡品质 拓展消费市场 届时也欢迎民众到场参观巡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